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-62主战坦克 该坦克的行驶路程大约为400到500公里 速度最大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 骑越野能力也不错 跨越宽度和深度较小的战壕没有压力 用115毫米滑膛炮做主炮 还配有多挺机枪 别看T-62坦克和现代坦克相比弱的不止一筹 但在当时其综合还是十分强悍的 故苏联生产大约2万辆 T-62主战坦克 是苏联1962年才定型的主战坦克 直到1965年 因红场阅兵才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 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对其重视程度 众所周知 以前苏联的军事实力十分强大 T-62型坦克能被苏联看中自然有一些独到之处 珍宝岛事件中苏军就是自信 T-62型坦克的优异性能将其开在最前面 被我军的火箭筒击中了履带导致无法回撤 T-62型坦克可是苏联当时最新的坦克 它的瘫痪让苏军十分紧张 如果放任不管该坦克中的先进技术可能会流失 这是苏联无法容忍的 为了避免先进技术流失 苏联想尽了办法 组织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 可是没有成功 感觉回首T-62坦克 无望的苏军派出了工兵对其进行爆破 苏军该计划仍然失败 最后苏军甚至想到冤炮机的方式 摧毁瘫痪在河面的坦克 可惜只是炸开了冰面 坦克沉入河底 返回搜狐 查 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